仔細看訂單上的地址 竟然寫著地下三層的停車間 還標明左手邊第四排第四格 拉開後放進來 晚上九點五十八分 廣東的一位外賣小哥 收到了這張超恐怖訂單 不少外賣小哥看過訂單後表示 應該是熟人下單惡作劇 記者實際來到醫院詢問 發現這間醫院根本沒有地下三層 太平間則設在隔壁洞 恐怖訂單應該是個惡劣的玩笑 坦白說 他們夜媽媽是嗎 精神人都會害怕的 如果是真的 但敬意的外賣小哥還是把貨送達 只是這樣的經驗 怎麼想都還是會毛毛的 而奇葩的外賣訂單其實很常見 還曾經有人指定 一定要帥氣的小哥來送餐 不然沒食慾 外賣小哥使命必達 完成顧客要求 也讓人忍不住感慨 辛苦錢真的不好賺 記者唐一全報導